今天是520过后呢 很多的部会首长新官上任 到立法院这边来备巡的处女秀 环境部部长彭启明 今天一早是提前了抵达了 未完委员会这边来做准备 要来进行待会的备巡 那他也坦言说 心情上确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 而针对昨天国会是二读 通过了有关官员来反质询 这样子的藐视国会 以后可能会寄出罚则 对此彭启明他也回应 自己是一个很nice的人 所以预计之后呢 在备巡的过程上 应该是不会跟委员 有起冲突的状况 带您一起关心 我会遵从大院的方式 那我本身我也不会 我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 所以我很少会去生气 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尊重 各位委员的各种的指教 各位委员的批评 我也会虚心的接受 所以不会顶嘴就对 我很少顶嘴啦 我从小就是一个 不大会去顶嘴的人 所以请各位委员放心 那也尊重大院的决定 面对质询就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点 其实我蛮怕 因为我讲话乱讲的 而且我是一个蛮轻松 很爱开玩笑的人 那以后到立法院 我觉得稍微严肃一点 但因为如果是可能立委要求有什么资料 但是您不提供的话 可能就是也会踩到这个法律的风险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 我对文化部的了解就是 我们会尽量提供到每一个细节吧 比如说他想知道所有东西 我觉得我们都会全部提供吧 因为开城部公司 唯一能够面对立法院的唯一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要诚恳 另外针对赖总统在就职演说上提到 我未来他会来推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 那对于这个核电绿能这方面的发展 还有看法呢 冯锦铭就表示自己是环境部长 目前没有接到中央任何说要演绎 这样子的消息 不过呢他认为对于核电厂啊 或者是绿能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国家大家要先取得共识 才有利于后续的推动 那现在呢整个直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大家也很期待新部长的带来的新奇效 也期待他们在国会上面来背语 以及后续的表现